好 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火山 我們前面跟各位講過了台灣有火山 雖然台灣火山現在基本上不太動 可是會留下很多的遺跡 比如說什麼爆裂口啦 噴氣口啦 地熱啦 溫泉啦 就這樣 各位我們在這個士林區陽明山下過日子應該都知道 已經都去過陽明山什麼小油噴什麼的應該都很清楚 那麼下一個是我們考試會問的重點 就是說那個岩漿的性質不一樣 有一種是黏性比較大的 黏性大噴出來不容易流動 就噗 一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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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我們那個沙茂山 你看到沙茂山就長一坨 你看到它長一坨就知道它怎麼樣 黏性比較大 不容易流動 不容易流動 這沙茂山 然後呢 停車站接問沙茂山暗示你大屯火山區 他傻眼 他是什麼眼 大屯火山區是什麼眼 Number 26 Number 26 富裕是26 不在喔 請假 請假 我們換這位 29 29 29 是你 什麼眼 啥眼 安山眼 很好 請坐下 我們這個叫做安山眼 好 安山眼 黏性大噴出來不易流動 你這個山就一坨 一坨 好 圓堆上的山體 我們剛剛給你講上我們那個可愛的 沙茂山 沙茂山 長這樣 那另外一種是黏性小的 黏性小噴出來之後就容易流動 像四周流動就會變成平平的 像我們的澎湖熔岩台地 你看到他平平的時候他怎麼年輕比較怎樣 比較小 所以容易流動 所以就平平的 好 停車站借問 這前面也教過N辯 那個澎湖市傻眼 有沒有可愛小女生 我要找個可愛小女生 Number 找不到可愛小女生 2號 8號 2號 小物園很好 請坐下 他叫做玄武園 好 玄武園 所以玄武園是年性小的 考試就是考你這個 什麼園的年性大 什麼園的年性小 然後長成這個樣子 是年性大還是年性小 你就把它記住就好了 其實也很好記 很好記 想到那個沙茂山一坨 因為就是他年性比較大 想到澎湖那個屏面就是他年性比較小 比較小 比較小 好 把這個背好就可以了 就是 我們的澎湖 五 接下來就是 蘇花公路的住民觀光景點 清水斷崖 一個清水斷崖 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他要賣香腸的 就是要觀光景點讓你看 就是要清水斷崖 一個陡峭的直直的峭壁 蘇花公路的住民觀光景點 這個哪縫來的 三個因素縫來的 第一個 這裡有斷層 斷層 斷層它斷掉分開 第二個 它是接硬的大理岩 因為是大理岩所以不會幫了啦 你一個面糰喔 切開來的面糰會怎樣 趴下來對不對 它大理岩硬的 所以它不會趴下來 就直直的 直直的 然後再被海浪侵蝕 所以這個清水斷崖的構成 形成有斷層切割 有海浪侵蝕 加上它是接硬的大理岩 不會這樣隨便都跟你幫了啦 所以就構成這樣的特殊的景觀 清水斷崖 蘇花公路著名的觀光景點 有機會可以去欣賞一下 清水斷崖 然後呢 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柱狀玄武岩 玄武岩的特徵就是 凝固的時候會冷卻收縮成 六角形柱狀結理 一格二一格二的 一格二一格二的 所以玄武岩地形很特別 有長得很這樣子很特殊 所以我們想要把 澎湖變成地質公園 因為它有非常發達的玄武岩地形 好這個六角形柱狀結理 有講過以前很愛考 現在不愛考 可是你還是要想的 一格二一格二的 好再來就是二地 台灣大概有三個地方有著名的二地 比較有名 我小時候就知道二地是在高雄那邊 田寮彥朝那裡 你們因為現在不去墾丁了所以不會走 以前有去墾丁的時候走 國道三號要從高雄進屏東 那個睡罩口前面旁邊就是月事件 就長這樣 這個照片是台南草山的月事件 還有台東那邊有個月事件 台東那邊有個二地地形 所以至少有三個 有高雄那邊一個 台南這邊一個 台東那邊一個 這樣光凸凸的 連草都不會長 整個都像月球表面灑鬼都沒有 就把它叫做月事件二地 這些擬岩 然後不容易蓄水 然後沖刷強烈 所以造成寸草不生 照樣光凸的樣子 這稱為二地地形月事件 然後二地還有分幾種 這個你上網小的時候就知道 這個我們就不講 這樣子二地地形 知道一下 台灣有二地地形至少有三個 OK 了解一下 現在就沒有什麼特殊內容 這也教過了 在河川的上游 那個坡度抖流速快侵蝕搬運能力強 還有比較強烈的哪一種侵蝕 我們上課教過流水有三種侵蝕 向下側向跟向遠 在山坡上面哪一種侵蝕強烈 二十三 二十三號 哪一種侵蝕 向下側向跟向遠 啊 向下侵蝕很好 好 向下侵蝕作用會強烈 好 這個向下侵蝕作用強烈 就會形成一個特殊的峽谷 這個有一個英文字母的峽谷 哪一種峽谷 我們谷時候教過了 哪一種峽谷 我們可愛的小女生有嗎 有可愛小女生嗎 為什麼我抽不到小女生呢 怎麼都是男生呢 怎麼都男生啊 我抽不到女生 你們班女生這裡都沒有簽嗎 11 11號 蛤 V型峽谷很好請坐下 對啊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V型峽谷 V型峽谷 好 然後呢就長這樣 V型峽谷 V型峽谷 還有一個峽谷地形 流水的向下侵蝕作用 所造成的 這前面交過了 接下來就真的沒有內容了 講一些廢話 台灣有腹部有沒有廢話嗎 台灣有腹部 為什麼有腹部 一邊高一邊低嘛 那為什麼一邊高一邊低 可能因為斷層 可能因為輕蝕 所以呢就造成一邊高一邊低 然後呢就有瀑布 所以叫做十分瀑布 台灣一個 新北市一個有名的觀光景點 所以有瀑布很寬 但是比較台灣比較寬的瀑布 不是高 它是比較寬 比較寬的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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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一個住於那個觀光景點 這之前還有一點風波 有個聰明人 把他周圍的地都買下來 所以要去派人 到經過他家的地 他就收錢 他就收錢 快就忍得人家很不爽 所以這麼晚他就徵收了 以後要再下 他好像太棒了 就讓他可以去 大家可以自由參觀看看 好 然後齒輪瀑布 還有什麼鳳凰瀑布 這不重要 瀑布一大堆 我們陽明山也有瀑布 我們陽明山也有瀑布 所以走陽明山到這裡 台灣有瀑布 很無聊 然後台灣有瀑布廢話 還有更無聊的 台灣有墳蒂 就是什麼叫墳蒂 旁邊高 中間低叫墳蒂 有個偉大墳蒂叫做台北墳蒂 那為什麼中間會墳蒂下去 有可能是斷層陷落什麼之類的 到底中間墳蒂下去 下個也很無聊 叫做台灣有台幣 什麼叫台幣 中間高 旁邊低 課本就僅止於此而已 說我們有台幣 就沒有了 你不如這個橫升台幣 你不如回去想你以前地理交的 你有背過嗎 從北背到南邊 有哪些台幣 你還會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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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口 桃園 八卦山 你還會背嗎 我說過了 地理會地科就 地理會地科就會了 所以不如回去看地理特本 就好了 地科沒有內容 就是這樣子 OK嗎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